三叉湖 是成都附近最大的湖泊 有着240公里的湖岸线 镶嵌着113个岛路和160多个万岛 为成都人提供了最好的垂钓环境 但也是成都钓鱼人口中最大的黑坑 我非常喜欢三叉湖 三叉湖对我很友好 我在这里钓到过4斤多的青梢 不知道重任的红沙 大鲤鱼小翘嘴 还有肥美的鲤鱼 还有不小小的遗憾 那是个下午 脸丑着就要空军了 忽然手里一沉 这鱼拉着线跑了一分钟 正在我还怕担心肝会断掉的时候 肝加直了 世界都静默了 即便遗憾也是美好的 这些经历都让我对三叉湖充满了信心 所以这次我在老李家指定了一餐盒饭 想想这晚上必定是可以享受烤鱼啤酒的 毕竟这几日我在各个钓鱼群里面都看到了网友发的鱼讯 总结一下就是太好点了 因为这是一年中水位最低的时候 水位越低 鱼的密度就越大 今天晚上有没有饭吃 就看他们了 我尽快地搭好帐篷 去到一个很容易起鱼的地方 抛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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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鱼耳 抛肝 走进水里 抛肝 抛肝 钓鱼时时间跑得很快 一眨眼 就到了晚上 没有钓到鱼的我 晚饭没了着落 傻在这个没有心心的晚上 人有很多情绪出口 喝酒 跳舞 唱歌 狂欢 可有一种有趣的出口 就是和自己玩 有朋友问我晚上在想些什么 我什么都没想 真的什么都没想 甚至在钓鱼时 我也没有一直想着 上鱼 上鱼 只是在鱼12的时候 才突然激动起来 我享受这种放空的状态 毕竟上班已经够累了 我是20年年初突发奇想 决定把绝大部分休息时间 都用在露营上 我走过很多地方 有城市边缘的湖泊 有高原的旷野 有高原的旷野 有人际喊致的秘境 自己动手做过烤肉 月饼 和多数不高的酒 每一次奔赴户外 做野餐搭帐篷 不仅仅是享受美食美景 更多的 更多的是 让紧绷的神经 彻底放松 把灵魂 带向不曾抵达的人方 这是自然 对人性的修复 也是一个自我的表达 更是一场 毫无顾忌的双向奔赴 好了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我要拿上鱼干 去看看晚上 还能否有一点收获